所以在这本《透明领导力》里面讲 他说公司的资讯流通非常的重要 然后造成公司不透明的原因有几点 不透明有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内部的不透明 内部的不透明就是你们组织有部门跟部门之间资讯不透明 由上到下 由下到上的资讯不透明 公司有一些什么政策没有办法传达给所有第一线的员工 第一线发生什么问题他也没有办法传达给主管 这叫做内部的不透明 另外一个叫做外部的不透明 外部的不透明就是你们公司里面可能发生了一些问题 或你们产品有问题 或者是你们有一些坏要求 你们就尽量隐瞒 都不让外部人知道 不让外部的媒体知道 这个短期而言对你们有好处 可是长期而言没好处 你如果不跟外界公布你们的产品有问题 首先你没办法改良 没办法改善 再来指发不住 有一天这个消息一定会散发出去的 尤其是现在网络的时代 你们公司有什么不好的产品 或者做哪些不好的事情 一定会被讲出去的 每个员工都知道 他们又有网络 以前不敢讲是因为我只要一讲出去 人家知道是我讲的 我就被公司坏掉了 可是现在大家都可以匿名 网络的功用非常大 你可以成立一个大专生 网络这个东西间接的解决了 所以公司现在不透明不行 你只要一发现有些什么 比如你赶快出来看记者会承认 说不好意思我有小五小六 啊是不是小卒 因为你只包不住我 一定会有 现在是全民狗仔的时代 大家都有那个智慧型手机 然后就 那个不是宣插字吗 然后拍起来上网 你就完蛋了 所以只包不住我 现在外部透明已经变得很透明了 因为不得不透明的关系 可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内部的透明 组织内部的 组织内部为什么会不透明 有几个原因啦 第一个 就是我们会有一种隐藏资讯的需求 我写本能好了 我们有一种心态很奇怪 就是我们希望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然后如果我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我就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然后比别人厉害 有没有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中国的武侠小说 那行 以前那个人工夫多厉害 飞檐走壁 然后一掌可以把人家怎样 飞出去几公尺这样子 那为什么现在都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唱播 师傅穿了一个功夫 然后有十招 然后交给徒弟嘛 可是怕徒弟如果全部学会了 有一天他造版怎么办 所以留一招 有没有 交你九招我自己留一招是会厉害的 然后这个徒弟他也交一个徒弟 然后交八招自己留一招 你知道最后只剩下一招 然后就失传了 就是这样子啊 你会觉得说我知道别人不知道就很厉害 投资也一样啊 你会希望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资讯 内线交易 然后你就赶快去投资嘛 所以真的有人会好心到跟你讲说 这个我跟你讲有一个很好的赚钱的机会 投资保证赚钱 那这个消息一定是假的 因为这不符合人性啊 如果你知道一个保证赚钱的机会 你会到处跟人家讲吗 不会啊 你就是自己去赚钱嘛 然后赚的荷包饱饱的 然后在墙角赎钱脱效 这样就好了啊 干嘛到处跟人家讲呢 不符合人性啊 所以主持里面会有这个问题哦 假设你是这个核心圈的 哦这个主管 然后公司里面有些很内部的机密的消息 或者是跟大家相关的 不到必要的时候 你不会跟其他员工讲 跟你的属性要讲 你会保持哦 这个神秘 即使老板没有说这个事情不能讲 你都不讲 你知道 因为你是主管 开玩笑只有我知道 你们都不知道 对啊 那部门跟部门间的也不会互通有无啊 所以公司里面的资讯就会变成这样子 以啊那隐瞒去的 然后就资讯不流通 这是第一个原因啊 第二个原因就是结构障碍 结构障碍就是这个组织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哦 简单讲就是怕精神定律 因为你们太庞大了 层级太多 部门太多 所以哦 你们很想要透明 你很想要把资讯哦 散播出去 可是 太麻烦了 譬如说你要把一个消息公布给大家知道 哦 你要先哦 这个让每一层的主管都同意 然后要写公文 然后写公文哦 他也不管这个内容哦 急不急啊 时间敢不敢 他还要先看你这公文符不符合这个标准 格式又符合 啊盖章的位置有没有盖错 主管位置要盖上面一点 啊你是下主要盖下面一点 啊你超过了重写 啊其实里面的资讯很重要 他不管他就管这些形式 所以你很想要让资讯流通 可是他却没办法流通 结构性的障碍 哦 例如怕精神定律就是了 第三个原因叫做 领导人不懂的倾听 这个部分呢就是刚刚这边讲的 斩杀来时这个部分 领导人他不喜欢听坏消息啊 今天只要有坏消息他就生气 所以大部分的领导人都很难挑拖出这个 除非他有在学习啊 很难挑拖出这个 斩杀来时的习惯啊 所以如果你是公司的 这个中阶的主管 或者是你要跟老板报告 我劝你不要跟他报告坏消息 譬如说你们去开一个会 啊要这个哦 标一个案子 啊结果没有标到嘛 没有标到回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老板他可能就问你说 哎 啊那个 刚刚那个案子有没有拿到啊 这时候我没有拿到 你要不要跟老板讲 我劝你不要讲 啊怎么办 可是还是要讲啊 我教你 你就跟他说齁 啊那个最后面宣布的时候 刚好去上厕所 或者是最后面 因为我事情 我要急着 有客户打电话给我 我急着回来处理 所以最后五分钟我先走了 啊所以那个结果没有听到 啊你问那个齁 某某某B 啊那个B要讲谁 就是讲你的竞争对手 哈哈哈哈 我就回去问他 然后老板就问他 说会不会拿到 他说没拿到 这么简单的案子 你也拿不到 啊 然后就把那个齁 制约 那个鼓脸制约 跟他连结 啊这个人在老板面前 印象就很差 对啊 就用这招嘛 所以老板很少能够跳出这个 倾听的问题 事实上好的领导人应该怎样 你要公平对待好的消息跟坏的消息 你都要很乐意接受 甚至你应该更欢迎坏消息 为什么 因为好消息人家主动会来跟你讲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原因嘛 我今天去报告一个好消息 老板就会觉得 对我这个感觉很好啊 所以好消息人家会自动跟你讲 坏消息大家会隐瞒 所以你应该鼓励坏消息 有谁把这个不好的消息跟你讲 你应该要鼓励他 公开表扬他嘛 说这样子很好嘛 帮助我们公司很大嘛 对啊等等的 所以这个领导人懂不懂的倾听 是很重要的 第四个 造成组织不透明的原因是 人对速度感的要求 尤其对于领导人 我们一般对领导人或公司的主管 或CEO老板 我们给他的刻板印象就是说 这个人非常过绝 然后呢做事都不会犹豫不定 然后非常的有自信 比如说捷克威尔许 二十世纪最厉害的这个经理人 记者访问他说 哇你每次在做这个 几亿元的这种案子 你都是怎样非常有自信 他已经说没问题 就做 然后这个部门说 绩效没有达到全世界的第一名或第二名 就裁这 然后一次 那个 开除 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这样子 都好有自信 中子弹捷克 但是你怎么那么有自信呢 他说 谁跟你讲我很有自信 我其实每次做决策都挞了一旦 我都不知道这样做比较好 那样做比较好啊 然后他回顾他一生做的决定 可能有三分之二都是错误的 可是他还是要表现出非常果决的样子 为什么 这是大家对领导人的刻板印象 然后大家也会这样子要求他 如果你在那边优柔寡断 你想说 这个问题 目前资讯还不够 我们先不要马上做决定 我们再搜搜搜集一些资讯 这样你就说 不果断嘛 这算什么领导人 没有办法 这个很有自信的样子 下面的人可能就会有传来传去的 所以我们都会要求速度 要求速度的状况就是 你不会去收集很多的资讯 第一个资讯上你就马上做决定 比如说可能有两个 C跟D两个在逗啊 然后C就来跟A报告嘛 那个C怎样怎样 那个D怎样怎样 那老板可能要很果决啊 莫名其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这完全是他的错 然后就开始乘除了 不能这样子啊 你要等一下嘛 听完之后你就好 我知道了你回去 然后呢 然后再来听C D的意见啊 对啊 D讲完了再来听EFGH的意见啊 你听看他们平常是怎么对人的啊 收集完资讯之后再来做决策 这叫做艺术性拖延 在刚刚陈佑林老师介绍的那本书 领导人的逆思考里面有讲到 他说大部分我们觉得领导人应该要很果决 他说不是的 你要去看这件事情 有没有必要马上做决定 如果没有必要马上做决定 你当然是拖越久越好 为什么 因为你拖得越久 资讯就会越多 这叫做艺术性的拖延 对啊 所以你不要常常 什么事情都要马上做决定 不用缓一缓 有时候缓一缓 这事情自然就解决了 或者是这事情就不重要了 这是我怎样 我最常使用的 艺术性拖延 比如说我们执行长就是那种 天马行空的 他就会想到 我们要做这个 我们要做这个 然后大家开会 现在有你负责什么什么的 弄一个网站出来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如果交到我手上 我就拖两个三天 拖个礼拜这样子 然后过两个三个礼拜之后 最后有其他人就完成了其他部分 然后就去问执行长说 好那下一步怎么做 报告执行长 我这个已经弄完了 他说 哦那个哦 那个不用了 我请你去开会 那个谁谁说 这个已经有人在做了 那不用 然后他原本的工作都停摆 就为了做那件事情 我是艺术性拖延 我把它拖延掉 那这个工作就不见了 有没有 所以很多事情很急很敢 你不要一直去做啊 你就会变成穷忙足 你每天都在做那个 时间规划里面的 那个象限里面的 紧急的事 而不是做重要的事 你应该做重要的事 那很紧急的是 你不要去做它 为什么 因为这么紧急哦 你根本做不好啊 所以就算你做的品质也很差 那这么紧急你没办法做很正常啊 比如说我以前负责的那个 我们公司的这个食物银行的专案 很多媒体都要来采访 三不五十多媒体打电话来采访 媒体都是要来拍摄 拍摄都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 我接到电话 我接到电话是十一点半 我还去吃午餐了 我说今天下午能不能安排 我都说不行啦 对啊 为什么 因为我要吃午餐啊 我没有讲这样 我都说 我都讲得很复杂 因为我们这个要联络志工啊 联络志工之后还要联络店家 联络店家还要问店家愿不愿意 那我们还要问那个 那个接受面包的人 他愿不愿意曝光 那我们还要经过社会局的同意 然后讲得很复杂 他就这样子 好那下次早点跟你讲 就这样嘛 就把它吹掉了嘛 事实上你们少了这个机会会怎么样 根本不会啊 而且你答应的麻烦的事情就来了 今天下午 我说真的很干欸 那怎么办 不吃午餐 下午的工作都挺烦 就为了帮他弄这件事情 然后联络 全部都处理好了 在那边等他 然后就是怎么奇怪还没来 不好意思 我们那个摄影组 突然有一个什么新闻 你要去采访 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这个采访 先取消 你会气死啊 这种事情也发生过好多次 对啊 我都是都不接受啊 我的可以接受的底线就是 三天后 我就跟他约三 那个三天后嘛 等哪一天拍嘛 他如果可以就可以 通常有一些记者是可以的 他会安排时间 安排那个嘛 连这样子 他们出错的机会都很大 到了三天的那个时段 他会跟你说 我们那个摄影组的 每次都怪给摄影组 我们那个机子 又出到别的地方去了 没办法拍 都这样子啊 他要求你的时候 就会叫你马上 立刻一定要 那等到你都弄好 他就会跟你说 这个不重要 我们就请他行为 记者的生态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急的事情不要做 没关系啊 你该做你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 这个叫做我们对速度的要求 第五个 第五个造成组织不透明的原因 就在于这个 这个公司的传统 或者叫做沉默成本 就有时候 公司有一些 明明你是第一线的员工 然后你发现公司的组织流程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所在 可能将来会发生公司很大的亏损 譬如说你觉得奇怪 我们这样子去学校宣传 他都没有经过学校同意 这到底对吗 可是你讲说要不要讲呢 那你就先 先不要跟你组长报告 先跟同事报告一下 那你就跟你的同事讲嘛 那同事他业绩很好 他一个月赚二十几万 他应该很熟悉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我们都非法入侵的 这样可以 他说没问题 我们公司已经做十年了 十年跟他做出事 会有问题吗 他就想说 对啊 都做十年了 不可能到现在才有人发现吧 所以你就不把这个资讯往上报了 这就是什么 传统文化 沉默成本 你们都已经做这么久了 啊错也错这么久了 倒不如就一直戳下去 这个很糟糕啊 彼得杜拉克说 公司一定要常常检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 业务 这个产品 如果以前从来没做过 你们现在还会不会做 比如说 好我们公司 我们以前都从来没有非法入侵校园 这样子宣传过 那现在我们要有一个活动要宣传 我们会不会用非法的方法入侵校园 你会发现说 应该不会吧 因为是非法的嘛 对啊 而且现在媒体这么发达 啊有一个网路上有一个景小妹 不断的在监视我们 我们不要做这种犯法的事情嘛 所以他们就不会做了 可是你之所以会继续做 是什么原因 只有一个原因 沉默成本 因为你们过去都是这样子做 所以你们就继续做 这也是造成公司这个不透明的原因啦 因为你们有些问题 底下的员工 他就不会往上报嘛 他觉得以前都是这样子做的嘛 这就是透明领导力这本书里面讲的 造成公司内部不透明的五大原因 好